射箭國手譚雅婷和唐志軍 上週剛在世界盃土耳其戰 攜手摘下混雙金牌 沒想到回台後 在中華企業射箭聯賽 正面碰頭 從隊友變對手 讓學弟堂包賽前劈劈剉 因為我知道雅婷學姐很強 所以我其實也有點緊張 因為學姐能穩定度 還有她的經驗一定會 比我們青年隊的還要多 所以我們就是想 唐志軍和蘇思萍 代表協會青年隊 最終以5比1 擊敗譚雅婷與郭嘉隆 效力的甲山林機構 能夠擊敗學姐 唐包歸功於克服緊張問題 至於譚雅婷 雖然在混雙落敗 不過也成功在女團搬回城 在國外的時候 都會遇到那種老將 拿過奧運冠軍 或是什麼冠軍的那種 其實隊到的時候 其實都會很緊張 可是我會一直告訴自己說 心中目的是什麼 唐包你很棒啊 就是你可以的就這樣子 肯定自己 然後又有信心 而且是用快樂的心態去設計 其實我一回國的時候 就是以試錦賽這個比賽 先做準備 前幾天因為這樣子 都是正常訓練 所以今天比較疲勞一點 我覺得狀態沒有 調得非常的穩定 今天第一場的比賽是混雙賽 就是我覺得我表現有一點失常 就是我可能太在意 自己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 第二場還有團體賽 所以我就是告訴自己 要把握住 就是還有一次 可以在上場比賽的感覺 把自己想做的動作 跟心態調整把它做好來 所以我覺得 今天的表現還不錯 本屆試錦賽 將在六月十號於荷蘭展開 賽事攸關東京奧運資格 中華隊男女團雙雙放眼八強 要把握機會取得 滿額三人的奧運門票 YTV新聞小英雙王敏妍採訪報導